嗯好大家好现在我们继续回到两人的比赛 这是2023年斯诺科巡回锦标赛 马克埃伦对战丁俊辉 两人去争一个冠军 来到了第四局 上一局也是丁俊辉完成青台 扳回一局看看这一局两人的精彩表现 这样争计会没有解到红球被罚4分给到二轮 看看这一杆 也没有碰到又罚4分 再次碰到绿球 马克埃伦八六年出生 被称作小钢炮 来自英国的斯诺科球员 好这一杆碰到 这是为了让白球去到最上面这个位置 嗯 埃伦继续防守 左下底带 哎漏了一个长台 看看丁俊辉 一个非常不错的长台机会啊 看看能不能打进 打完以后采球的连接啊 应该是去绕到篮球的上方 哎 打是不是又顺进去一颗红球啊 嗯 拿了两份啊 然后和埃伦啊 挥手失忆 好继续右侧中带 打完以后 去到篮球的左侧啊 去叫右侧中带的篮球 下边 嗯 刚才那一分是运气 好 两库起来 看看最上方这颗红球 这一干要高竿去走 好 高竿吃鱼库 这样篮球的话去叫左下底带 还是高竿去推 打进以后有个反角度去切一个右下底带啊 嗯 黑球右边第三颗啊 看一看反角度 好 有了啊 打进 打进以后 绿球的较位 嗯 是去叫绿球啊 白球留了一个向下的角度 然后 吃一库下来 左下底带最上面这颗红球 23 嗯 好 地干回来以后 浇到篮球 嗯 一库弹起来 继续黑球右侧的 第二颗啊 嗯 两库起来 还是去叫篮球 打完以后向下方一滑啊 去叫一下右下底带 嗯 好 现在台面呢 还有67分 目前两人相差51分 看看定警会能不能直接打到超分 嗯 低干一库 6 嗯 力度很大 但是走位 还行啊 嗯 篮球是有的 有完以后 看看白球的最后的落点 能不能叫到红球 41 好 右下底带 非常不错啊 非常不错啊 看看这一干去打篮球叫绿球吧 嗯 好 绿球打进 但是 违规了啊 嗯 没事啊 嗯 看看 被罚五分啊 给到艾伦 右下底弹 艾伦在进攻 好打进 嗯 黑球左侧这一颗 左下底带的连接 台面还有43分 对 你会已经是超分了 哎 没有打进 带口球给到丁俊辉 嗯 带口球给了 准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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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了